第23题,关于造化反应,何者叙述正确? A,造化反应后的容易,可以直接透过氯子过滤而将产物分离,这个叙述是错的。 做肥皂的三个步骤,第一步是造化,第二步是研锡,要通入饱和食盐水时产物分离,所以选项A是错的。 B,造化反应为反应速率很慢的酸碱中和反应,这个是错的。 我们在上课用的是热制法做肥皂,反应速率算快,一般的手工皂是用冷制法,那反应速率很慢,但是不管反应速率快或慢,它都不是酸碱中和的反应,选项B是错的。 选项C,草木灰水容易为碱性,若淋上热油,可以产生造化反应,这个叙述是对的。 我们的造化就是我们的碱性物质,加上油脂而产生肥皂。 那么草木灰的容易是碱性,热油就是油脂,所以这两个相加就会产生造化反应,选项C是对的。 选项株,造化反应后产生肝油,而肝油与油脂相同也是质类,这个是错的。 我们的油脂是三酸肝油脂是质类,可是肝油是丙酸醇是醇类,它并不是质类,所以选项株是错的。 因此23题问我们说,关于造化反应何者叙述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C,草木灰容易为碱性,若淋上热油,可以产生造化反应。